下一個新的新聞是說 林世傑的槍案 居然有一個重大的突破 有一個口罩難落網 難道那個槍手抓到了 這個口罩呢 跟這個案子呢 那麼有千絲萬里的關係 但未必就是下手開槍的這個凶嫌 不是開槍的 因為他的口罩是在第二輛棄枝 在高雄大樹區的這個車子裡面 找到一個口罩 問題是這個口罩呢 事實上呢 有變兇手一起拿鹽酸給試圖 這個等於說鬼屍滅擊過 所以如果跟那個凶手沒有關係的話 請問他幹嘛去回事 用鹽酸特別布林生的口罩上面嘛 所以你說那個口罩的生物激震的 那個人找到了 這個人呢姓張 龔長張 然後呢他有魯仁樂俗的前科啊 那麼在高雄 那禮拜二的時候呢 我在本節目就已經跟大家預告了嘛 預告這個案子 也就是林世傑在今年6月的時候 接到事實上黑白兩道同時 接到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就是 台南有一個重量級的 道上的那個大哥啊 在一個私底下的這個聚會裡面講說啊 那麼為了一個地盤重大利益等等啊 必要的時候他要做掉林世傑 那麼這個我在禮拜二就已經 本節目講了嘛 對 做掉林世傑 對 沒錯 然後呢林世傑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啊 因為我跟他很熟 所以呢林世傑平常出去爬山 一個禮拜爬3、43 每次都是由司機載著 他人家好意跟他提醒了以後 他多了一個保鏢 然後馬上多了一個保鏢 然後呢警戒而來 那麼開槍的槍手事實上是在6月22號 就把兩輛車分別停在距離這個 林世傑的家裡附近呢 對 就準備要作案了 你說半個月前就挺好的 對啊 之所以沒有開槍的原因是 林世傑剛好得的COVID-19確診 確診了以後大概有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沒有出門 所以呢一直拖拖拖拖拖到了這個前幾天呢 7月初的時候呢 才因為這樣子而作案啊 所以這個線索這個消息呢 那麼警方在第一時間其實都知道 那麼地方的這個重量級的這個 等於跟林世傑這個非常交情很深的 這個政治人物 他們也都知道 所以呢今天會設下重重的斷點呢 從這個兩輛轎車再加上一輛摩托車 我記得禮拜二也是我第一個在本節目裡面講 歹徒會逃到東港 對 在屏東 對 沒錯 但是歹徒為什麼要逃到東港 因為到歹徒就要讓你誤以為他要偷渡出境 因為他警方沒告訴你的是 他在大樹把第二輛車那麼丟掉了以後呢 在那個地方用鹽酸 把它給這個等於虎濕了以後 事實上他現場附近停了一輛機車 所以機車馬上又騎到東港 到了東港以後呢 機車丟掉以後機車有找到 但人悄悄地回到了高雄 他在製造一個就是我已經這個 擠趟出去 我從東港 從屏東 然後擠趟出去 所以凶手真的在台灣 他事實上呢 從頭到尾都沒有偷渡 他人先到南部一路往南 然後其實他又往北到了高雄 那包括刑事警察局的南部打擊犯罪中心 跟這個台南市刑警大隊 一路都在追蹤他的相關的這個等於說機證 只是不能講這樣而已啊 已經圍捕了兩天了 事實上包括這個陳姓男子之外呢 這個張姓男子之外呢 還有一個共犯 還有一個共犯 結帳離開了以後呢 其實歹徒那麼並沒有在第一時間 就在林士捷的家門口等他 他在附近的健康路呢 一直到接到一通電話 才小跑步跑到林士捷家門口 然後四分鐘後呢 開槍把他給擊斃 所以有通聯記錄 誰有打電話 誰打電話給這個歹徒 那麼打電話給這個歹徒的 這張通聯記錄 我記得我禮拜二也在本節目裡面講過 因為在那個時間會用電話大哥大的人不多 大概五點多 所以呢一清洗 馬上就知道不管他用的是中華電信台 大哥大還是這個遠傳 那麼他附近的第一基地台呢 一掉出來通聯掉出來了以後呢 馬上就可以鎖定是誰嘛 所以呢那麼警方在第一時間鎖定 這個張姓男子呢 其實一直在圍捕他 一直在追這個張姓男子的這個痕跡啊 歹徒我告訴各位 行凶的歹徒呢 開槍打死林士捷這個歹徒呢 其實在本案裡面呢 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誰交鎖的 一定要找到他 為什麼一定要找到他的以後呢 就可以試圖突破他的心房 從他的心房 在他的通聯記錄等等啊 那麼追出幕後的真正的這個真凶 跟說死的大哥 我再強調是大哥 而且是跟政治人物有關係的大哥 跟政治委員五官 對沒有錯 是台南的政治人物 這個案子呢 事實上因為我已經講過了 因為林士捷根本跟賴清德沒有交情 所以不是賴清德的什麼 在台南最大咖的什麼裝甲 他跟黃偉哲很熟 非常熟 但是他跟賴清德不熟啊 當然黃偉哲會熟的原因是因為 那麼到後來他2018年選舉落選了以後 那一年黃偉哲當選 所以後來就因為這樣子跟黃偉哲 這個建立交情啊 他的女兒 那麼林怡婷呢 從英國回來 因為林士捷知道 他道上的這個身分呢 他可能在這個政界上面 在台南很難選得上 所以後來他女兒林怡婷 從英國回來了以後 就安排在黃偉哲的辦公室當秘書 後來也競選 也加入了英系 然後呢競選這個議員當選就對了 雖然同頭到尾跟賴清德沒有關係 但是呢 這件事情跟政界的恩怨有沒有關係 還是有一點關係 不過不是民進黨的關係 好 那麼就在蕭掌呢 傳出槍殺林士捷的這一個槍手呢 警方呢根據相關的蛛絲馬跡 那麼在高雄人武區逮捕了口罩男子 而這名口罩男子呢 他姓張 那麼主要呢 是在這個犯案的車輛第二部車子裡頭 因為呢有被潑灑了鹽酸滅症 不過呢 警方是在車裡找到了一個口罩 就從這個口罩的商務的一些生物激震 來進行比對 那麼巡線在今天下午呢 找到了張姓男子在仁武區藏匿的地點 警方埋伏之後呢 圍捕攻堅 那麼現在呢 人還在仁武 那麼在搜索他的住處 到底呢 有沒有槍枝戴在身邊 現在也都還在查證當中 不過這名口罩男子 是不是就是槍手呢 目前還沒有辦法證實 主要是因為呢 有可能在這幾天的逃亡過程當中呢 槍手因為他不斷地更換了交通工具 製造斷電 是不是可以要滾搖警方 會不會是顧步一陣而丟棄了口罩 現在都還要再進一步的來查證 那麼警方呢 除了在現場逮捕這名張姓男子之外 由於今天呢 也證實說呢 可能嫌犯還沒有脫逃出境 而是還在國內 因此呢 會不會這個張姓男子是他的共犯 還是呢槍手就是他目前呢 都還要在進一步的查證 那麼警方呢 在逮捕這一名張姓男子之後呢 晚間會將他帶回台南的六分局 進行進一步的問訊 林仕傑槍擊案槍手案發之後 接連氣至兩部逃亡車輛 終於在案發第四天 案情有了突破 警方採集到有力的證據 疑似留有兇嫌 DNA的口罩 的確是有在這一個第二部車的 這一個裡面的地方 採集到這一個 找到這一個口罩 從口罩上面 採到相關的些微的激證 就是這部銀灰色的轎車 案發第二天上午 在高雄大樹區尋貨 外觀沒有破壞痕跡 但內部被潑酸 警方就是在這輛車 座位的縫隙內 找到一個口罩 也採集到多枚指紋 交叉分析比對 槍手有刑案記錄 一次是一名有重大前科的男子 但兇嫌會如此大意嗎 在車上留下口罩 讓警方得以追查 還是顧不一陣呢 犯嫌是非常的狡猾 實際上以車追人 目前也確實有突破 目前知道是一人 那有沒有接應的人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不會排除假設 槍手真的狡猾 不斷更換逃亡車輛製造斷點 案發之後 馬上就把犯案的車輛 手槍跟衣物燒毀滅症 再駕駛另外一部國產車 逃到高雄大樹區丟棄 車內潑散鹽酸 再換摩托車 南下屏東逃逸 機車丟棄在高屏交界處 但車子沒有任何的破壞 也暫時沒採集到相關的激證 槍手還在國內嗎 還是已經從南部偷渡出境呢 第三輛車是有找到 那目前所知道是沒有破壞 犯險的影像 我們也有給 這個中部跟北部 像八豆子漁港 那這個中部的海港 各縣市港口沿岸 警方布下天羅地網 但敵案我民 槍手從埋伏 到連續開十一槍擊 避凌事結 然後逃亡超過四天 缺密的凶殺計劃就看警方如何破解 成功棄捕道案 東森新聞楊瑞銘方宗衛在台南的採訪報導 槍殺林士捷的槍手到底身在何處 就在今天中午傳出呢 他仍現身在高雄前政區的一間呢 SPA養生會館 因此警方不敢大意 派出了相當多的警力來到了現場 就位在三多路的這一間SPA會館來進行攻堅 不過呢在分別三樓跟五樓進行查棄之後 最後呢證實是烏龍一場 包括警方在五樓呢 是部署了二十多名的警力 進去包廂裡頭來一間間查棄 但最後呢是查無所獲 證實呢是烏龍的 因此呢最後警方接到了這個報案人 接觸到他 他說呢是神明跟他說的 到底呢他消息來源是什麼 還是說呢只是惡作劇 目前警方也是不敢大意 希望能夠盡快呢 從中找到線索 看能不能找到這一名槍手 而事實上今天已經是案發第四天了 包括嫌犯到底人還在國內 還是潛逃出境呢 現在警方呢 雖然已經在第二部的作案車輛裡頭 找到了口罩 還有採集到指紋 不過現在呢 雖然比對初呢 這嫌犯他的這個身份 疑似是有重大前科的男子 但是呢警方還沒有公布他的相關的背景 所以現在呢只是希望能夠呢 除了在國內進行的積極的查棄之外 也希望呢在這個相關的案尋 還有機場呢能夠防止這名嫌犯出境 而最後證實今天他雖然人有被傳出說出現在高雄 但最後呢是烏龍一場 以上是目前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臨時結束命案在9號進行僵驗 根據電腦斷層的結果顯示死者的體內有卡彈 而法醫呢進行解剖鑑定要查出重擊槍 致命傷在哪 這些都是釐清整體案情的重要急症 台南市議員林一婷和母親來到殯儀館不發異語 儘管因民俗孕婦不適合到殯儀館 但林一婷還是腰間綁著紅線避免犯衝 堅持參與驗屍 就是想釐清槍手是如何凶殘的 殺害父親林士傑 警方在離海邊不遠處找到被燒毀的作案汽車 原本以為槍手可能偷渡出境 但後來發現槍手在燒毀汽車之後 是開著另外一輛車來到了高雄大樹區 再次汽車前還用鹽酸刷洗車內 接著在騎汽車逃逸行中沉迷 計劃很縮密 而且事先是不是人家叫的 差不多判斷一刀也不停了 只是為何選在槍擊不遠處放火燒車 還連槍支都一起丟在現場 這是不是顧不宜震 誤導警方來增加逃逸時間 另外埋伏後近距離開槍 再汽車火燒車 這和去年一月桃園角頭郭信一 召開騎槍殺害案 手法幾乎一樣 當時的槍手至今還沒有落網 有沒有可能是相同的槍手受雇犯案 從我們一開始在彩商到現在 這個歹徒真的是非常縮密 而且很小心 這個幾乎沒有破綻 但是我有信心來破這個案子 海巡單位也加強查氣 阻止槍手偷渡的可能 只是面對有計劃性的犯案 刑事出身的台南市警察局長廖中山 如何突破找到破綻 避免和桃園郭信一案一樣無法偵破 真的是相當大的考驗 東森新聞在台南綜合報導 好現在警方全力氣凶之外 他們更想問動機到底是什麼 是仇恨嗎 還是利益要當街槍擊殺人 而且都朝致命部位來打 確保任務完成嗎 當然當地的說法一直很多 現在連檢方刪減排除之後 似乎都跟這些事情有關係 死者近期有跟朋友講說 有人想要從安平港附近的海域 運東西進來 但我拒絕了 這背後是走私龐大的利益嗎 另外還有就是死者當上余會理事長之後 安平舟的余市場竟然發生了兩次火刑 而且過去沒有發生過 還這麼湊巧 同一家水產公司來發生 而這一家水產公司 還是跟死者競爭的對手 但現在消息太多了 警方只能夠一一的排除 殺手朝林士捷連開始一箱槍槍 朝向致命的頭部以及上半身開 這樣凶殘一定要置人於死的下手方式 恐怕和重大的利益糾葛有關 其中一項警方也接到了消息 就是林士捷最近曾經告訴親近的友人 有人想從安平港附近海域運一些東西進來 對方希望林士捷能幫忙 卻被他拒絕了 林士捷並沒有說這所謂的東西是什麼 雖然他拒絕後沒有跟對方撕破臉 但是需要余會理事長幫忙運進來 無法走正常管道 這東西絕對不單純 另外又傳聞林士捷2021年當上余會理事長之後 安平就與市場發生了兩次火災 很巧合的都是同一家水產公司 而當時林士捷開了一家海產餐廳 跟水產公司競爭激烈 是否也和槍擊案也有關聯 不過警方專業小組初步排除了 除了倉庫失火損失不大之外 林士捷的海產餐廳也在疫情期間 不堪虧損結束營業 雙方誰也沒有占到便宜 至於林士捷在卷助議長選舉 恐嚇會選愛女兒林依婷 槓上了郭姓良 指控郭姓良特權貸款8000萬之後 他的形勢變得相當低調謹慎 出事前海盜住處附近與人閒聊 看不出有在防備他人的情況 由於林士捷是漁會理事長 先前牽扯上的議長 匯旋恐嚇和光電利益有關 專案小組也不排除 和命案件的關聯 東森新聞在台南綜合報導 開槍的嫌犯穿著黑色長袖上衣 配淺色牛仔褲 口罩 帽子 全身包緊緊 徒步靠近林士捷助家 看到人倒地之後 從單手換成雙手持槍 狂扣扳機 不到十秒的時間就狂奔逃走 如今受案的這名蒙面男 身份行蹤仍然是個謎 計劃很缜密 而且事先行李人家 才會看到一天的問題 朝著警部以上射擊 槍槍都打中要害 逃狼路線早已規劃好 警方逐步追查嫌犯的犯案動向 沿途第二間視器 發現他7後晚間6點 也就是犯案的前一天 先投訴在汽車旅館 住一晚凌晨4點多退房 到健康路二段的巷弄內埋伏 5點40分徒步走到林士捷住處 4分鐘後近距離開槍射擊 行凶過程僅僅8秒 就置林士捷於死地 手法相當凶殘 針對昨天現場的部分 那現場確實是有11枚的彈殼 那有3枚的彈頭 身上是中擊槍的部分 那因為今天下午 那個法醫會進行解剖 槍殺林士捷徹後 嫌犯步行開車到2公里外 行建路向弄的一處戶外停車場 把車輛燒毀 警方在副駕駛座的腳踏板 搜出槍之殘骸 而他汽車步行後 在開遇藏的第二部車 一路往南開到高雄大樹 以烟酸刷洗車輛內部 接著又騎機車逃亡 一路製造遁點 讓警方難以追查 目前仍然是下落不明 從我們一開始在財政到現在 這個歹徒真的是非常缜密 而且很小心 這個幾乎沒有破綻 但是我有信心來破這個案子 先犯是否已經出境 警方不敢下定論 也不排除有公犯接應 各個港口機場 都是嚴加防範的範圍 除此之外 也很有可能是用偷渡的方式 逃出境 死者林士捷是地方聞人 這起槍擊案存在的 並非只有治安問題 還有背後不為人知的利益糾葛 警方破案壓力大 持續追棄行凶槍手 東三線有黃蟲群 張士謙催嫌雅林嘉義 在台南報道 高雄人武區這處民宅 在房屋旁邊的門 被撞到扭曲變形 門鎖也壞了 因為警方下午破門抓人 被逮捕的是這名張姓男子 因為他涉入台南市區 漁會理事長林士捷的槍擊案 警方在第二台作案的車子上 找到一個口罩 經過比對 就是這名張姓男子所有 那種槍聲 拍兩槍 他這邊是住什麼人 我們不認識 因為他人在住沒多久 多一些年輕人在這邊 根據附近居民表示 警方在傍晚尋現上門逮人 至少開了兩槍 進屋內將人壓制後 已經帶回台南第六分局 而這名張姓男子 27歲 高雄男子人 去年底才剛搬來住屋處 究竟他是不是槍手 或者是同伙 又或者是對方 固步移鎮的一顆棋子 接下來將是警方追查的重點 東三新聞 余家雄 王子民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好 那麼就在稍早傳出 槍殺林士捷的這一個槍手 警方根據相關的蛛絲馬跡 那麼在高雄人武區 逮捕了口罩男子 而這名口罩男子 他姓張 那麼主要是在犯案的車輛 第二部車子裡頭 因為有被潑灑了鹽酸滅症 不過警方是在車裡 找到了一個口罩 就從這個口罩的 商務的一些生物激震 來進行比對 那麼巡線在今天下午呢 找到了張姓男子在人武區藏立的地點 警方埋伏之後呢 圍捕攻堅 那麼現在呢 人還在人武 那麼在搜索他的住處 到底呢 有沒有槍枝戴在身邊 現在也都還在查證當中 不過這名口罩男子 是不是就是槍手呢 目前還沒有辦法證實 主要是因為呢 有可能在這幾天的逃亡過程當中呢 槍手因為他不斷地更換了交通工具 製造斷電 是不是可以要混淆警方 會不會是顧步一震而丟棄的口罩 現在都還要再進一步的來查證 那麼警方呢 除了在現場逮捕這名張姓男子之外 由於今天呢 也證實說呢 可能嫌犯還沒有脫逃出境 而是還在國內 因此呢 會不會這個張姓男子是他的公犯 還是呢 槍手就是他目前呢 都還要再進一步的查證 那麼警方呢 在逮捕槍手 這一名張姓男子之後呢 晚間會將他帶回台南的六分局 進行進一步的問訊 金門的海巡人員 賀槍實彈帶著針搜犬前往碼頭 針對準備出港的船隻一艘一艘的仔細檢查 因為警方接到情資 只談談市區余會理事長林士杰槍擊命案的嫌犯 可能已經逃往進門準備潛逃出境 將至重點於密窩密藏之查查 並防止要犯偷渡常逆 令針對轄區地區 易走失偷渡的熱點加強巡查 林士杰槍擊案的專業小組 以車追人鎖定槍手在台南犯案之後 連換兩輛權力車 同時棄至毀車滅政 再換機車逃亡在高屏交界 曲折的逃亡路線不斷製造斷點 雖然讓警方追查起來費時費力 不過檢警判斷嫌犯應該還沒有出境 加強各港口的安檢作業 同時警方在追查槍手的過程 查出槍手開來犯案的車輛 早已經出現過在命案現場 顯示嫌犯預謀已久 由於林士杰六月間曾經確診 為了養病幾乎足不出戶 槍手沒有機會下手 可能因此等到7月8號清晨才犯案 以這一次的他作案手法 還有我們目前所知道的狀況 他確實預謀已久 所以之前確實就已經在相關的地點 已經有出現 目前還是卻掌握是一個人嗎 目前一人 但是我們懷疑的對象不止一人 警方鎖定的槍手 有暴力性的刑案記錄 他雖然是一個人犯案 但是使用的是權力車 研判應該還有同伙 警方鎖定可疑嫌犯之後 目前加強各港口的安檢 搜查嫌犯可能的藏匿處 破案的壓力相當大 東森新聞 張思璇 黃瑞玲 烈劍雄在台南 進門報導 大批警力手持頭盔盾牌 中午1點44分 在高雄三多路的 護膚店外集結 人員到齊上樓攻堅 因為有人報案 說槍殺林士捷的主嫌 藏匿在此 而搜索15分鐘之後 刑警撤退 沒有逮捕人犯 證實是一成烏龍 槍殺林士捷的槍手 傳出出現在高雄前鎮區 這間養生會館 警方派出大批警力攻堅 最後毫無所獲 而根據這報案人說 他消息來源是神明 跟他說的 槍手到底身在何處 以車追人 也有新的突破 這一部銀灰色的轎車 案發第二天上午 在高雄大樹區巡貨 外觀沒有破壞痕跡 但內部被潑酸 警方就是在這輛車 座位的縫隙內 找到一個口罩 也採集到多枚指紋 交叉分析比對 槍手有刑案記錄 疑似是一名有重大前科的男子 但凶嫌會如此大意嗎 在車上留下口罩 讓警方得以追查 還是在固步一陣呢 的確是有在 這一個第二部車的 這一個裡面的地方 找到這個口罩 從口罩上面 踩到相關的 些微的激政 槍手真的狡猾 不斷更換逃亡車輛 製造斷點 案發之後 馬上把翻案的車輛 手槍跟衣物燒毀滅政 再駕駛另外一部國產車 逃到高雄大樹區丟棄 車內潑洒鹽酸 再換摩托車 南下屏東逃逸 機車丟棄在高坪交界處 但車子也沒有任何破壞 也暫時沒採集到相關的激政 槍手還在國內嗎 還是已經從南部偷渡出境呢 台南市警察局長廖宗山 被封為刑事漢將 7月16號就要退休 能否在那之前破案呢 各縣市的港口沿岸 警方布下天羅地網 但敵案我民 缺密的凶殺計畫 就看警方如何破解 東森新聞在高雄台南 綜合報導 林世傑槍擊案 槍手案發之後 接連氣至兩部逃亡車輛 終於在案發第四天 案情有了突破 警方採集到有力的證據 疑似留有兇嫌 DNA的口罩 就是這部銀灰色的轎車 案發第二天上午 在高雄大樹區巡獲 外觀沒有破壞痕跡 但內部被潑酸 警方就是在這輛車 座位的縫隙內 找到一個口罩 也採集到多枚指紋 交叉分析比對 槍手有刑案記錄 疑似是一名有重大前科的男子 但兇嫌會如此大意嗎 在車上留下口罩 讓警方得以追查 還是顧不一陣呢 犯嫌是非常的狡猾 實際上以車追人 目前也確實有突破 目前知道是一人 那有沒有接應的人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不會排除假設 槍手真的狡猾 不斷更換逃亡車輛製造斷點 案發之後 馬上就把犯案的車輛 手槍跟衣物燒毀滅正 再駕駛另外一部國產車 逃到高雄大樹區丟棄 車內潑散鹽酸 再換摩托車南下屏東逃逸 機車丟棄在高屏交界處 但車子沒有任何的破壞 也暫時沒採集到相關的機證 槍手還在國內嗎 還是已經從南部偷渡出境呢 各縣市港口沿岸 警方布下天羅地網 但敵案我民 槍手從埋伏到連續開11槍 擊斃林氏捷 然後逃亡超過4天 缜密的凶殺計劃 就看警方如何破解 成功棄捕盜案 東森新聞楊瑞銘方中尉 也在台南的採訪報導 槍殺林氏捷的槍手 到底身在何處 就在今天中午傳出 他仍現身在高雄前鎮區的 一間SPA養生會館 因此警方不敢大意 派出了相當多的警力 來到了現場 就為在三多路的這一間 SPA會館來進行攻堅 不過在分別三樓跟五樓 進行查棄之後 最後證實是烏龍一場 包括警方在五樓 是部署了二十多名的警力 進去包廂裡頭來一間間查棄 但最後是查無所獲 證實是烏龍的 因此最後警方接到了 這個報案人接觸到他 他說是神明跟他說的 到底他消息來源是什麼 還是說只是惡作劇 目前警方也是不敢大意 希望能夠盡快從中找到線索 看能不能找到這一名槍手 而事實上今天已經是案發第四天了 包括嫌犯到底人還在國內還是潛逃出境呢 現在警方雖然已經在第二部的作案車輛裡頭 找到了口罩 還有採集到指紋 不過現在雖然比對出 這嫌犯他的身份 疑似是有重大前科的男子 但是警方還沒有公布他的相關背景 所以現在只是希望能夠除了在國內進行的 積極的查契之外 也希望在相關的案詢 還有機場能夠防止這名嫌犯出境 而最後證實今天他雖然人有被傳出說 出現在高雄 但最後是烏龍一場 以上是目前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臨時解密案在9號進行僵驗 根據電腦斷層的結果顯示 死者的體內有卡彈 而法醫進行解剖鑑定要查出重擊槍 致命傷在哪 這些都是釐清整體案情的重要急症 台南市議員林一婷和母親來到殯儀館 不發異語 儘管因民俗孕婦不適合到殯儀館 但林一婷還是腰間綁著紅線避免犯衝 堅持參與驗屍 就是想釐清槍手是如何凶殘的 殺害父親林士傑 警方在離海邊不遠處 找到被燒毀的作案汽車 原本以為槍手可能偷渡出境 但後來發現 槍手在燒毀汽車之後 是開著另外一輛車 來到了高雄大樹區 再次汽車前 還用鹽酸刷洗車內 接著在騎汽車逃逸 行蹤沉迷 只是為何選在槍擊不遠處 放火燒車 還連槍支都一起丟在現場 这是不是顾不宜震 误导警方来增加逃逸时间 另外埋伏后近距离开枪 在汽车火烧车 这和去年一月 桃园角头郭信一召开七枪杀害案 手法几乎一样 当时的枪手至今还没有落网 有没有可能是相同的枪手 受雇犯案 从我们一开始在财政到现在 这个歹徒真的是非常缜密 而且很小心 这个几乎没有破绽 但是我有信心来破这个案子 海巡单位也加强查气 阻止枪手偷渡的可能 只是面对有计划性的犯案 刑事出身的台南市警察局长廖中山 如何突破找到破绽 避免和桃园郭信一案一样 无法侦破 真的是相当大的考验 东森新闻在台南综合报道 好现在警方权力弃凶之外 他们更想问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仇恨吗 还是利益要当街枪击杀人 而且都朝致命部位来打 确保任务完成吗 当然当地的说法一直很多 现在连检方删减排除之后 似乎都跟这些事情有关系 死者近期有跟朋友讲说 有人想要从安平港附近的海域 运东西进来 但我拒绝了 这背后是走私庞大的利益吗 另外还有就是死者当上渔会理事长之后 安平咒的渔市场竟然发生了两次火刑 而且过去没有发生过 还这么凑巧 同一家水产公司来发生 而这一家水产公司 还是跟死者竞争的对手 但现在消息太多了 警方只能够一一的排除 杀手朝林士杰连开十一箱枪枪 朝向致命的头部以及上半身开 这样凶残一定要致人与死的下手方式 恐怕和重大的利益纠葛有关 其中一项警方也接到了消息 就是林士杰最近曾经告诉亲近的友人 有人想从安平港附近海域运一些东西进来 对方希望林士杰能帮忙 却被他拒绝了 林士杰并没有说这所谓的东西是什么 虽然他拒绝后没有跟对方撕破脸 但是需要余会理事长帮忙运进来 无法走正常管道 这东西绝对不单纯 这些线索我们昨天就有接获到 所以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我们都有纳入在做调查 但是就是说证据的直接串联 我们还是讲证据 那这个可能性我们不会去做排除 另外又传闻林士杰2021年 当上余会理事长之后 安平就于市场发生了两次火灾 很巧合的都是同一家水产公司 而当时林士杰开了一家海产餐厅 跟水产公司竞争激烈 是否也和枪击案也有关联 不过警方专业小组初步排除了 除了仓库失火损失不大之外 林士杰的海产餐厅也在疫情期间 不堪亏损结束营业 双方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至于林士杰在卷驻议长选举 恐吓会选爱女儿林依婷 杠上了郭姓良 指控郭姓良特权贷款8000万之后 她的形势变得相当低调谨慎 出事前还到住处附近 与人闲聊 看不出有在防备他人的情况 由于林士杰是余会理事长 先前牵扯上的议长 会选恐吓和光电利益有关 专案小组也不排除和命案间的关联 东森新闻在台南综合报道 开枪的嫌犯穿着黑色长袖上衣 配浅色牛仔裤 口罩帽子 全身包紧紧 徒步靠近林士杰住家 看到人倒地之后 从单手换成双手持架 狂扣扳机 不到十秒的时间就狂奔逃走 如今涉案的这名蒙面男 身份行踪仍然是个谜 机会很缜密 而且事先行事人家 车子跨到一家的问题 超着警部以上射击 枪枪都打中要害 逃狼路线早已规划好 警方逐步追查 嫌犯的犯案动向 沿途第二间试器 发现他7号晚间6点 也就是犯案的前一天 先投诉在汽车旅馆 终一晚凌晨4点多退房 到健康路二段的巷洞内埋伏 5点40分 徒步走到林士杰住处 4分钟后近距离开枪射击 行凶过程 仅仅8秒 就致林士杰与死地 手法相当凶残 针对昨天现场的部分 那现场确实是有 11枚的弹壳 那有3枚的弹头 身上是重极枪的部分 那因为今天下午 那个法医会进行解剖 枪杀林士杰之后 嫌犯步行开车到两公里外 新建路向弄的一处户外停车场 把车辆烧毁 警方在副驾驶坐的脚踏板 搜出枪支残骸 而他汽车步行后 在开寓藏的第二部车 一路往南开到高雄大树 酸刷洗车辆内部 接着又骑机车逃亡 一路制造遁点 让警方难以追查 目前仍然是下落不明 从我们一开始 在财政到现在 这个歹徒真的是非常缜密 而且很小心 这个几乎没有破绽 但是我有信心来破这个案子 嫌犯是否已经出境 警方不敢下定论 也不排除有公犯接应 各个港口机场 都是严加防范的范围 除此之外 也很有可能 是用偷渡的方式逃出境 死者林世杰是地方文人 这起枪击案存在的 并非只有治安问题 还有背后不为人知的利益纠葛 警方破案压力大 持续追砌行凶枪手 东西先有黄藏权张事前 吹咸雅林嘉义在台南报道 最新的现场要来关心台南枪击案 台南市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在家门前遭到了伏击身亡 警方一次在高雄找到了第二辆的逃逸车辆 而目前嫌犯仍然下落不明 警方最新的追查进度如何呢 记者林嘉义有最新的掌握 嘉义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高雄殡仪馆 持续带你来关心 林世杰命案的最新进度 那么为什么是在高雄呢 其实台南检方稍早呢 也来到了高雄 因为据传这边有比较先进的 香烟遗迹 可以来进行电脑的断层扫描 那么可以来厘清死者 中枪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 致命伤势在哪里 协助来厘清案情 那么在嫌犯的部分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昨天有在台南的 一处停车场 找到了这个已经被销毁 已经被烧毁的这个车辆 那在昨天下午呢 一次在高雄 也找到了第二部 协助来逃逸的这个车辆 旁边呢还奉了盐酸罐 一次呢要二次来销毁机证 那么这一切呢 都是警方要调查的重点 那其实死者的身份 非常的特殊 他是余会的理事长 因此呢 这个掌管着这个渔港 以及渔船进出口的相关问题 那么会不会是在这其中呢 有纠纷 其实根据这个知情人士 透露呢 在前一阵子 疑似有人要运一些东西 从安平港进口 那么有可能是在这其中 发生了纠纷 还是如外界所传的 跟这个光电的利益有相关呢 这都是警方要调查的重点 那么东三新闻呢 也会在现场为您守候最新的消息 把镜头交给棚内 登上雪山东风顶 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山顶上流影 他就是林世杰 兴趣是爬山 北大武山他也曾到访过 喜欢走山林步道 也喜欢在山顶上欣赏云海 甚至在去年一月 爆发台南议长会选案时 检方发出鞠票 林世杰一度销声匿迹 说法也是去爬山 所以讯号中断 如今却在八号一早 要跟朋友去爬大栋山 枪手埋伏 攻其不备 林世杰在家门口遭击毙 她女儿也是台南市议员 林一婷 哽咽落泪 最近有接到 没有 一切都非常的平凡 非常的正常 爸爸的作息都很正常 林世杰交报女儿林一婷之后 鲜少在台面上曝光 由于她与涉及台南88枪击案的 前民进党中指委 郭再卿 加上2023年1月 涉及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案 就是他把蓝营议员 方一峰请上车 一度涉及恐吓 遭积压禁建 最后全身而退 尽管已经退出民进党 依旧在台南政坛上 扮演关键角色 这回遭枪击 过去就曾穿过 他有黑道背景 会是遭黑道寻仇 还是扯上光电 利益纠葛呢 突如其来的消息产生 我们也有点错愕 像在渔民的立场 你说这上面会有什么利益的产生 林理事长接车的时候 我真的不不理 枪击案发生之后 地方上也有耳语 猜测会不会就跟光电案有关 尤其是台南市 光电利益牵扯那么大 几乎常常开枪 林士杰曾经走过江湖 从上之后黑白两道都吃了开 敲手为何而来 什么样的利益仇恨 让喜爱登山的林士杰 一出家门 人生就此停格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8号星辰 台南市区余会理事长林士杰 跟朋友打算去爬山 家人开皮卡过来 林士杰从后车斗拿下一个狗容 站在人行道等车子瞧好 一名蒙面男子 突然从路口转角冲过来 对着林士杰疯狂开枪 第一时间他枪口就朝着林士杰的头部 看到人倒地后 改成双手持枪 狂扣扳机 不到几秒的时间 他就狂奔逃到对街 开车逃逸 转角处的另一个监视器 则是录到枪手躲在角落 确认林士杰人出来 就快步冲刺 上线开枪 开完枪之后 枪手快步冲过对街 消失在画面之中 而林士杰被紧急送一 强救半小时左右 就宣告不至 发现11颗弹壳 发现着颈部 胸枪 肩膀 手臂 均有枪伤 检方经过解剖出判 经部胸枪是致命箱 而枪手6秒内开了11枪 林士杰身中6枪 重弹部位全是上半身 就是要置人于死地 枪击现场旁边停放的 计程车也被波及 车头和后车窗都有破损 看来并非11枪 枪枪都打在死者身上 枪毁枪啊 找不到啊 抓不到啊 抓到有人也要有钱啊 做嫌犯是持双枪来办案吗 目前初步看 引带的状况很像是 但是详细的状况 都还是要由我们见识的人员 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歹徒游备而来 就是要取林士杰的性命 检察官也将会对林士杰的遗体 进行电脑断层扫描 并进一步解剖 枪手少弱 有没有共犯 都是追查重点 警方要全力弃凶 东森信物 黄瑞玲 王子敏 林女信在台南报导